他还具足的功能 就是法宝生 这个决心 是决意去 这不行 不伤害 你熬 他对你 你也不伤害 你坏 他也不伤害 这个有些人父母 父母亲对子女 为什么会有隔阂 孩子为什么会不听话 因为孩子昨天 做了一件父母亲不高兴的事情 父母亲一耳关就过去了 他从此就知道 你这个人伤害我 心里留下阴影了 有隔阂了 其实按道理说 母亲跟孩子是最亲的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的整个身体的 这个孕育的过程 他的营养是靠母亲给他提供的 相当于我们这个人 跟这个世界的沟通 母亲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自己是自己的思想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母子能够连心 心连在一起的 但是为什么子女会背叛你了 就是自己不小心 把子女隔阂开来了 他在这里受到伤害了 所以很多人 他在不懂事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犯了错误 父母啊 兄弟啊 或者长辈啊 能够包容他 能够教育他 无论多错 你也觉得没关系 你可以改 你可以往上走 可以往前走 但是你绝对是错的 他就会感恩了 时间久了 一定会感恩 但是如果你敌对他 把他骂得狗血淋头 有些人会觉悟的 承受力强的 知道改善还不错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觉悟的人 没有这种觉悟 自觉性不高的人 他马上就抗议了 他背后就有 怕受伤害啊 可连凡夫都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 包括父母也是如此 因为父母都是凡夫嘛 所以要想子女好 先要把父母教得没烦恼 父母没烦恼了 子女就会没烦恼了 父母烦恼一大堆的子女 肯定有烦恼 所以我们佛法 跟佛法学习没错 因为佛是没有烦恼的人 我们向佛学习 所以这个正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自信具足的法宝 正而不邪 你在正念的时候 做好事的时候 他能够包容你 告诉你这个道理这样的 你做坏事的时候 正法也不会拿你怎么样 也不会伤害你